我有去那個就是去坦煞尼亞 因為我們去參加那個就是Safari 他們那邊不是有非常有名的 那個一些馬賽人嗎 然後他們就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小村落這樣 就有一次我們就是經過了一個小村落 然後那個Guy就跟我們講說 喔 那個這邊會有一些那個 馬賽人他們可能會經過看到你們 然後你們不要嚇到 因為他們就很高大 然後就是身上穿的衣服 非常的有顏色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在一面開車慢慢走的時候 突然看到前面有兩個鴕鳥 你知道鴕鳥很大 然後他們這樣走一走 然後開始跑的時候 他那個羽毛就這樣掉下來 然後我一看到他那羽毛我就覺得 哇 好棒喔 我就馬上叫他停車 然後我就想要下去把那個羽毛撿起來 當成一個紀念這樣 就我正撿起來的時候 那個旅遊人就說 然後在同一時間突然間看到 從旁邊的村落 我一群那個馬賽小孩 就這樣跑過來 然後一跑過來的時候啊 跑過來跑跑跑跑 突然就開始 對你吐口水 對 就對我吐口水 然後我就整個人緊張 因為他同一時間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應該撿這個東西 一方面又看到他們那邊 對我吐口水 然後可是我已經上車了 我們就開始慢慢開走了 結果他們還一面追著我們的車 一面對我們吐口水 那你還撿了那個羽毛嗎 對 我手上還是拿著羽毛 另外一隻手他在抹他的肩 他不清是口水還是淚水 對 但是你知道 他們雖然吐口水 但是我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就是 他們是微笑的 每個人他臉上都是很大的微笑 所以有練過邊笑邊吐 對 然後我會這樣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坎薩尼亞 尤其是馬賽族他們的一個習俗 就是見到人 跟人家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吐口水 那請問金凱瑞那部電影是不是 那請問這整件事 跟你剛剛撿羽毛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以為他們在那邊氣我撿羽毛 因為他說其實那個地上的這些羽毛 不應該撿 他們不喜歡 尤其是遊客去撿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是 的確不應該去撿的 而且要撿你也不要在他們面前撿 就比如說你看到有什麼 有什麼動物的殘骸什麼的 你想要撿起來不要這樣子 你撿動物殘骸幹什麼 對 有些人會這樣 所以你知道那個遊客那個 警告語就會說不要隨便去撿 不要再做檢骨 對 滋熱的這樣 什麼檢骨 OK 對 好啦 因為表示熱情 我們學了一個新的方式嘛 對 答對 不是這裡 好不好 所以聽了那麼多 勸人家家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小心踩到地雷啦 好的 以上各地的代課之道 留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好 欲借 好 不起 沒 luggag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